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个提供免费节点和订阅员的网站 该网站的资源包括V2ray,SS,SSR 并且所有的资源不断的提供更新 基本上能够做到即时更新 我的SSR系列教程推出以后 很多朋友留言说是节点不能使用 机场不能使用 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免费的节点 稳定性很难得到保证 今天提供的这个网站资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网站更新即时 节点和订阅资源都很多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网站 你看一下 这边有订阅员 有节点 订阅员 有节点网站 资源包括V2ray,SS,SSR 相信这个网站提供的资源能够我们带来一定的帮助 我们就针对SSR测试一下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源 免费的SS账号 SSR账号 近期更新 好 我们点开下面这个链接看一下 点开以后 它来到的是GateHub网站 既然是通过GateHub网站提供的资源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障了 我们就点击一下SSR账号看一下 打开以后是这样一个界面 下面提供的就是SSR的免费节点 有很多 这只是一个页面 并且下面还有三个页面 可见这里面的资源是很多的 并且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说明 更新时间9月1日10点18分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是11点多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能做到即时更新 我们向后拖动一下 看一下 这些节点是没有二维码扫描的 我们就通过添加链接的方式来添加节点 如何添加这些节点呢 最左边有一个右键复制链接 我们复制一个链接 然后打开SSR 右键小飞机选择从剪切板倒入 点击一下 就有了这一个节点 我们连接一下 看一下它的速度如何 下面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节点 现在连接没有反应 说明这个节点目前是不能使用的 我们再测试一下其他的节点 下面这一个我们打开 我们点击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已经连接成功 我们测试一下速度 我们重新打开浏览器 打开YouTube看一下 点开我最近的一期视频 我们测试一下速度 目前在七兆多 可以顺利的观看 好 现在是四兆多 这个速度观看1080P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节点的延迟也不是很高 下面我们回来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节点是特别多的 并且它的更新是很及时的 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更新 现在的时间已经显示为11点多钟 基本上可以保证实时更新 当然这里面的节点一定有很多是不能够使用的 或者说是速度很慢 但是它提供了这么多的资源 再加上它更新及时 相信是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定的帮助的 如果我发现了这样的节点或资源网站 我会及时的带给朋友们 也希望朋友们能订阅我的频道 在视频的最后 我提供为朋友们这样一个资源 就是可以下载各个版面的代理的客户段 这里面都能够下载 像SS2 SS V2ray等等 这些代理的客户段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下载 不用再到其他的地方去寻找了 关于这些节点 朋友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了速度很快 很稳定的一些节点 可以在我的电报群中留言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再见